因為現在黃副市長是確定要辭職了嗎 那您會不會認為說蔣萬安也應該比照辦理 這個也不用啦 其實我跟你講講別人就講到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也一樣 其實不管國民黨、民進黨 甚至我們民眾黨 很多立委都有去選舉嘛 所以 是不是一定要辭職選 我們還是按照國家的法治 看國家怎麼規定 他說沒有規定 也不用 也不一定要這樣 因為你要要求別人 那你要先要求自己 我們自己做得到做不到 我們才部分區立委才幾個 每一個都去選舉 連部分區立委都沒有了 因為有議員質疑說市長您上任八年來 被貪污起訴的公務員高達108人 是比好市府的102人還要多 看起來我那個 第一任的第一年特別多 因為我上任的時候就 大清掃 就把那些要結案的 一去把他抓框框 處理掉 所以看起來會特別多 但是如果你去看那個 犯罪的年份 其實我的 到我的 第一任還有 到第二任就少很多 所以如果仔細看數字是沒有問題 不過議員其實議員也知道 他只是故意要黑我而已 關於那個疫苗價格不公開這件事情 我想是這樣 全國人民都在看 你要有能力說服台灣人民 你的理由能不能說服台灣人民 這才是重點 講一個謊話 要講10個謊話去卡尾納一個謊話 後來講100個謊話再去卡尾納10個謊話 最後就被謊話淹沒了 公開透明就好了 這個疫苗價格有什麼不能公開的 不用講也知道 後面你有見不得人的事 就這麼簡單 他就看他 所以他為什麼要保存30年 因為刑法追訴其實30年 就這麼簡單 玩什麼把戲我怎麼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 他在訓練上是一個人的 我跟他人說 他這個人說 你怎麼知道 他怎麼知道 他應該不懂 他有什麼人說 他跟他人說